在俄军宣布撤出赫尔松的当天 赫尔松的副州长也死在了当地 这下就忍嘲讽俄罗斯 是丢城失地又丢人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来看详细情况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虎 我是虎妞 现在乌克兰战场局势最焦灼的地方 就是赫尔松地区了 之前苏洛维京首次对赫尔松局势 发表讲话时就说了 这一地区的局势很艰难 可能将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于这个艰难的决定 大家当时还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之后 俄军便开始将此地的平民都撤出 平民都撤出之后 还把国旗都给收了起来 在这时候大家都意识到 俄军做出的艰难决定 可能是放弃赫尔松地区 之前人们还以为俄军在此地 是想要发起无差别打击 为了避免物伤平民 才把民众都撤离 但是后来多方面消息传出 俄军在此地的补警线 都被护军切断了 现有的武器弹药 根本不足以让俄军进行一场 大规模战斗 果然在前不久晚上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下令 在赫尔松地区的俄军撤退 将蒂涅伯和右岸的武装力量 进行战略转移 这一决定显然是经过俄军高层 多方考虑最后做出的 因为就连有着末日将军之称的 苏罗伟金 在向邵伊古汇报完 赫尔松地区的战况后 都建议放弃赫尔松地区 不要让士兵做出无意义的牺牲 并进行战略转移 最大化的保存俄军力量 此前在社交平台上 怒喷俄中部军区司令拉平上将 撤出红利曼 放弃此地行为的卡德鲁夫 也在网上表示 苏罗维金的这个决定 是英明和有远见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迪涅伯和的右岸 属于大平原地区 十分适合乌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此地 俄军在人数少于乌军的情况下 将是一个巨大的劣势 而此地 俄军如果不撤走的话 那就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 和粮食支援进行守卫战 可是 乌军早就把通往右岸的大桥给炸断了 失去的这些大桥 俄军就无法得到补给 等于是 这些俄军继续撑下去的话 就会和当初 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中的亚素营一样 面临弹尽扬绝的状况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没意义的牺牲 即便是很多俄军高层再怎么不愿意 也不得不承认将此地的俄军撤走 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更何况 在俄军的上方还有着一个新卡霍夫卡水电大坝 乌军现在已经开始动用美国军援过来的火炮和火箭弹 打击该大坝 虽然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效果 但也对此地造成一定的破坏 如果俄军决定长期在这和乌军战斗下去 那么这个水坝将会成为俄军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一旦被乌军炸掉 那么在此地的俄军将会上演一出水淹气军 但这一撤退 虽说是将俄军的损失最小化了 可对俄罗斯也有着坏处 第一点坏处就是 俄军士气将会低落 因为这一地区现在加入到了俄联邦 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 此举等于乌克兰成功拿下了俄罗斯地盘 俄罗斯已经从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了卫国战争 老家都被人占了 世纪能不低落吗 第二点就是 那些刚加入到俄联邦中的民众会产生一个过滤 赫尔松刚加入俄罗斯没几个月的时间 就被乌克兰重新占领 还是俄军主动撤出去的 等以后乌军打到扎波罗热 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了 俄军是不是也会和赫尔松地区一样 主动撤出去呢 那既然这样 自己投票加入到俄联邦中的意义又什么呢 也正是俄军撤出赫尔松地区的当天 赫尔松州的副州长 吉里尔·斯特·列姆索夫 也凑巧死在了这一天 虽然对于他的死亡原因 官方解释称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 卡车司机的操作失误 导致吉里尔·斯特·列姆索夫死亡 但是这两件事发生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 让人不得不多想是不是被人暗杀的 这下好 俄军在宣布撤军之后 不光是丢地丢脸还丢了人 说到底 俄军之所以现在落得这么个地步的原因 还是后勤太过拉快 虽然在前线的俄军士兵作战很有 也打出了很多漂亮的战径 但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 战事不断拖延 俄军的问题在这时候就暴露出来了 俄军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多地的俄军都陷入了被乌军包围 并且补给过慢 或者是完全没有补给的状态 现在俄军的动员兵 已经前往了这些地方进行作战 但是那些武器弹药的运输 却是一个问题 在无法做到像美国那样 通过大量运输机和直升机进行空头补给的情况下 依靠公路运输不仅速度慢 还有可能被切断运输路线 像这次的俄军放弃赫尔松 就是因为此地运送补给的桥被炸了 俄军没有办法进行补给 才不得不撤退 不过此举也不能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最起码在赫尔松地区的后勤补给压力小了很多 此地的俄军精锐力量 可以暂时放弃这一地方前往其他战线 就像在第一阶段后的战略转移一样 俄军说不定会再次开启一次新的全面进攻